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VR开发子游戏图形学 在这里呢 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游戏图形学开发的一些乐趣 我们前面学了这个Shadow 1.0 Shadow 2.0的这个基本语法 好我们今天就接着来带来Shadow 2.0的诺情 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Shadow 2.0的这个创建 我们就已经创建了 那么Shadow 2.0前面是不是给大家讲 这个是顶点着色器的入口函数 好 那我们回顾头来想想 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顶点着色器里面要经过什么东西 一个是要计算 计算顶点 顶点的 位置变 位置变换 变换 是我们给他前面给大家讲了 一定要把这个顶点从物体坐标系转换到相机坐标系下面 这样我们才好控制 第二个是计算顶点的颜色 顶点的颜色 OK 那么在2.0里面呢 我们就着重的是会做这一块的工作 这个顶点的变换 好 那我们对他代码来可以看 是不是看到这个Unity 这一个矩阵MVP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给他讲一下 这个怎么样进行转换的 转换的 OK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例吧 首先看到了 我们创建一个这个C下部脚本 叫testtestmetrics 那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顶点桌器啊 他里面的位置转换是怎样的 首先呢 我们是将所有的顶点都变换到世界去 变换坐标 变换方式 一个是第一步 将这个物体坐标系 变换到世界坐标系 第一步 那我们可以用个公式去表示 这个P 世界 就等于 我们的这个P P这个物体 层上一个矩阵 我说到这个所有的 在3D世界中 所有的变换都是通过矩阵去变换的 OK 那么而且这个地方 那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地方 我们这是U3D里面是矩阵是左层的 Unity3D里面 这个矩阵 是左层 左层 因为U3D的坐标系是不是左层坐标系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采用的是左这个左层 好 然后层上这个矩阵啊 就是M就表示我们的矩阵啊 是物体 到世界 到世界的 那么我们这样去用这个物体坐标系 层上这么一个矩阵物体到世界的这么一个变换矩阵 就能得到一个P世界啊 P世界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 还这个地方还可以告诉大家 在3D世界中所有的变换工作 一般都是首先得把顶点变到这个四次也做到写下去 首先第一步做的工作啊 这个规律 我给大家写一下啊 3D变换 首先 先 先将 将物体 坐标系 变换 变换到这个世界 就先做个统一啊 一般都是会先做这个 第二步 我们是将 我们是将将这个世界坐标 变换 变换到相机坐标 变换到相机坐标 层 左层啊 这个地方是左层 这个矩阵叫M 啊 这个是世界到相机 这么一个矩阵 这么一个矩阵 OK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用去关心这个矩阵到底是怎么成的 你只有理解这个地方啊 成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U3D已经帮你做好这个意义 那么我们要求是吧 到世界 一定是物体到世界 这么一个矩阵 那么求这个求这个到相机 相机是不是一个物体啊 那么就是世界到物体 世界到相机 就这么一个矩阵 用P世界啊 是有规律的 是不是 P世界 成长一个世界到相机 这么有规律啊 OK 那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C下部来演示 不用不一定要在斜角里面演示 好 那我这个地方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个 我这个地方就就相机 我这个切换到00这个位置啊 00 就原始世界度标00点这个位置 00-10吧 不是这个位置 好 然后我再创建一个cube 这个cube呢 我就让它在000这个位置 那就在世界原点的位置 好 然后我再创建一个 再创建一个cube 再创建一个球体吧 这个球体呢 我就让它横左标等于3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拉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小球都是以四级度标 是300吧 300 那放在这 月300 那我把这个东西换成一个 也加上一个3 啊 变成一个3 先保存一下 好 那我们把这个球体 你看 这个球 这个这个立方块是300 然后这个小球也是300 那我们把挪出来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600吧 因为我是在负类的基础上 又移了一个3 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表示 一般都是以数类为坐标系表示的 所以我把它再移进去看到 这小球就变成了300 好 那么其实我们就会通过这个东西去啊 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啊 首先怎么要让它变换到啊 变换到这个四级坐标系 我们通过通过这个球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啊 将物体坐标系怎么变换到四级坐标系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啊 因为我挂 因为我挂的是谁身上 我挂在小球身上 是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啊 是不是 transform.local operation 这表示我们的物体坐标系啊 好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求这个 求它的这个 我们看 求求它的这个 物体到世界的这么一个矩阵吧 好 我们先去找到这个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呢 其实就是 我们一定要是transform 如果把这个关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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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主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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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四乘以四的矩阵 OK 然后再乘上一个multipoint 你要选这个 乘上一个点 那谁呢 因为是左乘法 那我们就求这个local坐标系 左乘上这么一个矩阵 物体到世界的 因为它一定是parent的 因为它的表示方式 是不是在parent表示底下 所以说它的矩阵应该是parent的 因为以parent为坐标系表示的 因为这个物体坐标系 是以parent为坐标系表示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一定要是求parent的local 然后toword这么一个矩阵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能得出来一个 这个ppoint vector3 pollation word 就等于它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打印出来 debug.log 那我们把这个字给打印出来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就物体到世界 这么一个矩阵 然后运行一下 那么这个物体 跟这个世界 是不是统一了 就是是不是应该是600 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算是比较算对的 是600 这个物体中间是300 那我们求出来的世界是600 600 就这样 拖拖效果就跟这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接着还在求这个到相机的 好 那我们讲话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求这个target target 我们直接拖过来吧 public target 好 我就让它变换到相机做表现下面去 由世界第二步 第二步是我们再看到文档 是不是第二步是由世界到相机的吗 就是从世界乘上这个m到相机 好 那我们这个矩阵就是target 点transform 是不是先点这个word word to local这个矩阵 然后multipoint这个矩阵 乘上我们这个postword 那我们这个得错的应该是批相机吧 啊 他给target 是你这个地方拖的是谁是啊 这个这个负率是谁 那么这个地方表示了是不是从 我注视一下 表示从这个 这个世界转换到对应的负 对应的负类下的loco做表现 物质 好 我们把这个给打印一下 我们一样把第二个字给打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拖过来 把这个target 我们把这就把转换到相机下面去 把相机给拖过来了 好 好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六零 第一个球的是不是 第一个球的是他啊 我们的视觉桌标系是六零零 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验证一下 是不是六零零 第二个球是六零十 六零十啊 他就说这个东西到相机桌标下面 其实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再拖过来再看一下验证一下 是不是六零十啊 啊就变成了这样 他从一个从这个物体 从一个cube下面的物体做 变换到相机作用器下面去 那么我们的shadow里面所做的对应的这两个东西也是就对应的这两个步骤 M就表示从就表示第一个是从物体作用器变换到视级作用器 M V呢就是表示从视级从视级作用器变换到相机作用器 当然还有一个P矩阵 P矩阵就是将 将将这个啊 这个3D作标系 作用 转换 成二维 二维屏幕 这个作用器 它也是一个矩阵 MVP 所以经常我们就会发生这个几个几个动作 当然这个P矩阵呢 啊这个类置好了 其实就定义好的啊 所以大家不用关心 我们就只用只用知道这个地方 所以网上其实也可以搜一下 有很多的这个P矩阵啊 那么这两个转换方式就怎么样从3D世界中投影到这个作用器呢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两个选项 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一个叫正交投影一个叫透视投影啊 那么其实这个矩阵是在这设置的 这个透视投影就表示大这个更远的地方小近的地方大 那么正交矩阵的话 正交投影的话 那么就表示一样的 表示不管距离多大多小 那么啊 这个物体永远都是一样的大小啊 所以说这两种投影方式 那么主要就乘乘上这个每个一个矩阵 好 那么在U3D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shadow里面 实在的shadow呢 其实它都已经定义好了 MVP呢 就是跟这个地方的对应起来的啊 他们一定是左层啊 就是先乘的M 然后再称V 然后再P 所以大家这个不要只要搞搞错了啊 再定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啊 什么Unity 没有是类质的变量啊 那我们在这个啊 就官方网站上也可以收得到 它类质变量 那这个类质变量 那其实在这儿 在这个在这儿都能看得到 是吧 Unity Metric M MVP 好 MV 还有P 等等 还有这些一些类质的这个 这个DDE 啊 我们在这儿都可以知道 什么time 我用到的时候 这个都在这儿去去搜吧 OK 好 那么这个 我们今天呢 就是主要就学习到这个这个顶点 怎么样去做变换呢 就怎么样的变换到这个 我用到这儿去做变换到这个顶点 我用到这儿去做变换到这个顶点 我用到这儿去做变换到这个顶点